你知道天蠍座的人 基本上處處是地雷 而且他會依照你的前言 跟後語看有沒有對起來 然後會問你N百個問題 所以你要先在他問你問題 你就要先設定好10個問題以上 他可能會問你什麼 所以你要先防堵 對 而且我告訴你 我之前真的有一次買了一個包 也是C牌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挑了很久 終於想要買它了 然後第一次這麼衝動 然後我買了它之後 我老公有多精明 他就告訴我說你買這多少錢 然後我就說幾萬塊 例如說6萬塊 他就說你確定嗎 然後我就說真的真的 真的就是6萬塊 然後我就說我告訴你 外面已經炒賣到 例如說8萬塊之類這種 他就覺得說有賺到 一般男生就會這樣被騙 騙到OK 結果我老公就很驚 他就會去拿我的圖片 去搜尋這個東西多少錢 而且現在二手價到底是多少 怎麼會這麼聰明 所以你就要防堵他那樣 所以我就會跟他講說 沒有關係 其實我已經想過了 這個東西如果我背了幾個月 我覺得我不喜歡或我不設 我賣掉我還是有這個價值 你就要讓他知道說 其實你賣掉也不會虧多少 他就覺得說好 他心裡安心一點 但是到底有沒有虧 就是賣掉才值 你長哥好聰明 對 但是你說我聰明 我覺得我也不聰明 因為我很喜歡買東西囤貨 那像小孩的衣服我也會買 例如說像睡衣冬天 小孩尿床怎麼辦 你當然就會Yubi 可是我只要每次 一買新的睡衣回來 他就會把舊的那一批 全部給我丟掉 所以我就還要藏半天 然後我想說 你知道我有一次兒子晚上 就給我尿了三次床 尿到沒褲子可以換 那如果我只買三套睡衣 請問我怎麼換 或者是有時候天氣很濕 他根本沒曬乾 所以我只買三套我怎麼換 所以我就會買個四套 他不會穿尿布 他已經訓練尿布的 八歲還會尿床 對 所以 不要講出來 還有面子問題 面子問題對不對 這是正常的 八歲是正常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那小孩的衣服本來就是要 多Yubi幾套 所以我就覺得說 媽媽就會覺得說 那不行 還是要多準備 有看到就多買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我老婆很討厭我囤貨 我連買四套睡衣 她都覺得說太多了 她覺得你不需要那麼多 可是妳不是兩個兒子嗎 一個人買四套 因為要換 因為小朋友 像我小時候很會流汗 所以我覺得都會多買 結果但我包裹 就一定要註明說 我六日不能收穫 因為六日老公都在家裡 然後我之前曾經就是 六日的時候 然後管理員打算 他說朱小姐妳的包裹 然後我老公就說 妳又買了什麼 然後說沒有 沒有 小孩的衣服而已 然後她就會打開說 買這麼多 幹什麼 然後我就說 沒有 就是小孩要換 她就不能接受 她就覺得說 那櫃子就這麼大 妳為了裝得下 她請妳把舊的丟掉 可是我就會很心疼 也有道理 是 沒有錯 但是就會覺得說 這些衣服總是要Yubi的 然後我就養成一個習慣 就會在包裹上註明說 就是請不要 就是六日的時候送到我家 請妳一到三出貨 我才能收 然後像我買電文牌也是 電文牌 電文牌這麼無聊的東西 一隻也才兩百多塊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家是兩層樓 至少要四隻這樣子 一人一隻 一人一隻 我是覺得 因為兩層樓你空間大 那你不可能這邊看到蚊子 你就突然跑上去拿 然後拿回來說蚊子都飛走 所以我就在買的時候 我知道那個電文牌是有個專利 而且才兩百八一隻 就想說那我就一次買兩隻 兩隻OK吧 OK吧 OK吧 對不對 結果收到後的時候 他寄兩隻來 我老公就說這什麼東西 藏藏的一個 我說沒有 我買電文牌 他說那你為什麼要一次買兩隻 買一送一 我說因為我們家 買一送一盒 對 你怎麼叫 我真的就是講說買一送一盒 我說對 他就是買一送一550 他就說你少在那邊給我 電文牌有在買一送一的 然後我自己講我也有點心虛 我就說真的 他說你再給我騙 騙到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說 好啦 我跟你講 其實是因為我要買的時候 我按錯 他們圖片都只有一個嗎 我按到兩個的選項 吳馨瑜 到底是你老公會破壞 還是你自己太瞎 對 然後我自己講完以後 我老公 其實我 一樣 對 我自己講完我也覺得 這個真的很瞎 真的 然後他就 可是他竟然也相信 他說 因為他知道我滿蠢 有時候的確會點錯 我說可是我到結帳完 我才發現 怎麼不是280 是550 我說那沒辦法 我都下單 我怎麼還在蝦皮取消 我說很丟臉 我說這樣也很無聊 他就說 好啦 反正上下可以放一隻 我就想說 這樣就過了 反正就心想說這樣就過了 可是我告訴你 他總是會在 最後的時候 再反抗回來說 你就是騙我 他很常做這種事情 所以其實 我也是一直在學習 怎麼樣的騙天性說 不用再說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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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5 5 4 7